我叫余小朵 也许你在山州红极 无法找到一个叫余小朵的人 我爸曾经是红极最出名的大夫 但是自从有了我 许多人都不敢再踏进 这个阴通筋骨的药铺 朕自己的人都说 我是龙王爷 见给红极的报应 祖上不记得做孽 我是龙王爷 我不要做 suppose 我不要做 criter 准备了解个 坐来坐门 坐那坐门 对 这就开着 来人商量 看你啊 这都是 老板的了 来 放开 看你往哪儿跑 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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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什么东西 走点再来 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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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跑啊 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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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朵是我见过最有骗子的孩子 顾教练 小朵能活着回来 活已经是烧香拜佛了 说句难听话 在这儿 小朵只会被人当笑话的 他不会游泳 救救他 就是他 他不是不会游泳吗 这么游泳挺好吗 好 好 好 余大夫 你就把余小子交给我吧 那天以后 我好像才开始真正明白了 疯子对那把琴的热爱 就像人们说的 琴就是他的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 爸的命是药铺 我的命是水 要想进这道门 就得把衣服拿下来 不然的话 穿衣服回家 我这么狠 真豆子 我儿子 不用了 很冷 余小董 下水吧 是你自己下的 还是让我把你推下去 我还是走吧 不然他们不会再回来了 从现在起 这个游泳馆就属于你一个人的了 一 二 三 四 二 二 三 四 这个游泳馆就属于你一个人的了 Нач起来 你不游泳馆就属于你一个人的了 也不游泳馆就属于你一个人的了 大家可以多属于你一个人的了 大家可以多属于这个游泳馆就属于你一个人的了 来 于小朵 上天给了你一个礼物 你要知道怎么去用它 小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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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你碰瓶砸了 为什么会有伤疤 我讨厌别人把我装过来 你愿别离开红极 离开红极 离开红极 你笑什么 我没笑啊 你一直在笑 我要到省里参加比赛了 去省里 什么赛 什么时候 这么大的事 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我们可以搬到省城住了 不能去 为什么 省城容不下我们 你去过吗 顾教练说了 大城市的人跟红极不一样 他们不会一毛去啊 顾教练是骗你的 顾教练是骗你的 欧克强 他还挺这个孩子 恐怕您低估了于小朵的价值 照片 穆城的专家们 都对他很感兴趣 你好 好 顾教练 其实 你给我出去 我还会再来的 真的 车 有 有 有 今天暂时不训练了 回家吧 那 省城什么时候去 在家待着 哪都别去 快走 那是我 最后一次看见顾芳 那张脸 一尘不染 不同于任何一个红极的女人 她就像是 从天上飘下来的一朵雪花 刚刚抓在手心里 就梳得一下融化了 我已经不记得 自己是怎么出的门 怎么去的游泳馆 那天的汗江 翻头的格外汹涌 整个红极 都像要被水淹没了 小董 小董 听小董呢 小董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后来 爸一直没有放弃对我的寻找 顾教练 也离开了红级 算起来 顾教练一共救了我两次 一次 是把我带进游泳馆 还有一次 鱼人可能具有攻击性 尽量不要造成他的机体损伤 这将是基因突变的重大发现 妈 肯定是顾方 意识力量跑了 快追 来 这将来动 快快快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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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